姐妹们来看看我用甜酒酿做的馒头 个个都圆鼓鼓的 口感松乱又有嚼劲 它闻起来有淡淡的酒香还有面香 真的非常好吃 小时候我老妈经常会这样做 先来准备好甜酒酿 这个是前几天我自己做的 按照屏幕上的配比 把甜酒酿、水、面粉搅拌均匀 如果是超市买的酒酿 记得还要加点酵母进去 这个就是酒酿酵子 家里开着空调 我拿到门口发酵 发酵两个小时了 外面40来度的高温 像这样就可以用了 体积变大 有很多的气孔 你们也可以头天晚上做好酵子 常温放到第二天早上用 用它来和面 加入5克白糖 再放2克酵母促进发酵 酵母我用的是耐高糖的 再放80克清水 搅成面絮 先把它揉成团 放到揉面店上多揉一下 把里面米饭的颗粒都揉开 用搓衣服的手法揉 揉不怎么关火也没关系 二次醒发了 等一下还可以再揉一下 我还是放到门口醒发的 差不多醒发了一个小时 放到揉面店上 用酒量发酵的会比较绵手 撒点干面粉 这一步我们要多揉出一下 把里面的气体排干净 这样蒸出来馒头的组织才会细腻 切开来里面没有大气孔 像这样就可以了 搓成长条 分成小剂子 留一个下次当老面用 然后再把它收圆 手法很简单 边上顺着一圈往中间叠 叠到表面光滑就可以了 收口捏一下 然后再稍微整理一下 有姐妹说包子馒头蒸好 拿不下来会粘锅 你们可以像我一样 垫个蒸笼纸 就不会粘锅了 蒸好每一个都非常完整 这样一包400张 可以用很久了 放到蒸体里二次馅发 馅发到两倍大 水开上锅蒸15分钟 蒸好焖3分钟再打开盖子 蒸的时候满污都是馒头的香味 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真的非常好吃 松软又嚼劲 你不用配菜都可以吃两个